有個轉移來創造外圍的出手機會 23 這個球閃不過N仔的火鍋 不然我們說一兩隊畢竟沒有 像真的高大的球員 在陣中 哇 高調的空中接力 AIRSUNPA 53 收球 高調的空中接力 這個球已經往後了 在禁區多搶了六個這個進攻籃板 所以也得到更多次的這個進攻機會 所以導致他自己的這個分數沒有被拉得太開 在經驗的上面還是差了一些 而且持球時間太長 空中接力 阿雷烏交給N仔 這個球被蓋出去 看球員 嗯 當然現在他也是日本的女婿 哇 這個球N仔在後 彎彎的攻擊 所以在從SPAI的賽事其實來到第三天了 觀察各隊的實力來看 本屆賽是 哇 這個球給他籃以下 球給了N仔 球進 三打二的傳賽群選擇外線的出手 對啊 N仔 N仔 給換上了 Michael Williams 再交給藍尼下去 找N仔 灌籃 對 這個球又進了 賽內加爾國手 高調的情緒 兩百一十三公分 確實佔有在進去非常大的優勢 這一次感覺是半塞半冠 要到這一次N1的機會 也短暫打過NBA 也加發機會 幾年前呢 他一樣喔 是跟著這個Maitis Bros 來到台灣的時候呢 原本 這個 當時富邦友是對的 也想要把他給簽下來 Great 再給AJ OK 8 12秒 1分35秒 這個球再給出來三分球出手 進 看起來在前一波的出手啊 必須要利用長時間 多一點的時間 來給他累積一些經驗 直接把球塞到籃框的腹 一回之後選擇自己三分天上的出手 這個球被抄走 上籃沒進 但後面還有ENJ 關進 在菲爾普斯攻下14分 金上亨的高拋頭沒進 這個球被ENJ 蓋火鍋籃下再起 Ralif再上還是沒有 再撥再搶 回來 回給的是金中奎外線跳投 沒進 高調空中接 高 哇 找到Handy Android 回給Zachary Grant Grant 大號三分球嘗試 又是Android 超級活動籃板啊 並不急著想要去做到攻擊 這個球再交給Bokeman 撐到最後沒有投進 Android 雙手再把球給壓進去 是 又挑戰Android 是不敢 Shokla剩下最後的兩秒鐘了 鋸死殺嗎 哇這說鋸死殺 所以還是排球常常A是快攻 他也知道了 這個對方必須要在時間到點前出手 這個球想要秀 對我 Android 所以我還是單手扣進 身高有 Android 哇 剛剛在中場秀 那麼剛才投進三分球的陳玉瑞 在本屆的賽事表現是蠻不錯 但是 隨便這個球高調交給HandyAndroid 球再交給Black Black一個假晃 再回給Android 遠距離的跳投出手去 哇他還是有外線的 郭勇勝 果然 收球 這個球沒有閃過Android的防守 哇 有點猶豫啊 第一拍如果直接出手的話 會是更好 哇 空中接力 看TheAndroid 哇 陳翔軍必須要注意啊 你守到Android的時候 平安 中間切入上籃 差一點點 這個球被大翰拿到 再回給孫思瑤 籃下 躲不過Android的火鍋 兩位球員 Joseph Yeo 還有菲尔普斯 現在都不在場上 這個球再回給黃翰 但是又是被蓋下來 還是躲不掉Android的火鍋 好